神奇的非洲大陆 古朴浓郁的风俗民情 非洲兄弟青春励志 一个扎根这里的中国人 怎么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航向 他们能否改变命运 梦想成真 中国圆特别节目 奔跑吧 非洲兄弟为您精彩呈现 在风光移拟的东非大草原上 活跃着一支古老而神秘的游牧民族 马赛族 马赛人都是勇士 所以说我今天也当了一帮马赛的勇士 被马赛族人簇拥着的这个中国人 名叫张远祥 今天他在马赛族 受到了当地最尊贵的礼遇 张远祥为何来到异国他乡 他和这里的非洲兄弟 结下了怎样的不解缘分 就是我们凡率地取得 buenas 只不遍 能必须 他的主意 是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颠簸 两人来到了位于内罗比郊外的一处租住屋 租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两位肯尼亚普通的年轻人 一个叫尼古拉斯 一个叫邓肯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像大多数肯尼亚坚持长跑的年轻人一样 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 希望通过锻炼长跑参加国际比赛 获得赛事奖金 发家致富 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尼古拉斯今年27岁 父母因病去世 家庭非常贫穷 邓肯 二十六岁 已经娶了妻子 有两个孩子 家境贫困 两人正在做的餐食 叫乌咖喱 把玉米磨成粉 打成硬壶状 配以碎菜叶等做成的简单食物 这是东部非洲国家居民 最常吃的一种主食 肯尼亚地处高原 平均海拔在1700米以上 一些地方的居民被称作奔跑的部落 要致富就跑步 在这里几乎成为共食 他们身体条件好 普遍体型修长 拥有一双细长腿 极富跑步天赋 但是很多像尼古拉斯和邓肯这样 有潜质的选手 因为生活贫困 一生中都很难有机会去国外 参加重要赛事 白白耗费了长跑的黄金年龄段 梦想也很难实现 他们擅长于真的马拉松的比赛 但是他们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自称他们 通过赞助他们参加国外的一些 大的赛事 取得好的成绩 能改变他自己的命运 张远祥又发现了另外两名优秀长好选手 一个由张远祥领队 四名肯尼亚年轻人组成的马拉松训练团队组建完成 他们的目标是参加两个月后即将在中国举办的北京马拉松赛 队员们在内钢山附近训练了半个多月后 张远祥计划让他们前往马赛马拉继续训练 马赛马拉位于东非大列谷的底部 平均海拔高度在1500米到2000米之间 较内钢山更低一些 队员们可以到那里做更多比赛前适应性的训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天后 张远祥也从肯尼亚首都梅罗毕飞到了马赛马拉 一下飞机 他就迅速赶往了队员们集训的地方 队员们训练的地方临近马赛族村落 马赛族是活跃在东非大草原上的一只古老神秘的游牧民族 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较原始的生活状态 马赛人热情好客 淳朴善良 这个村落里有22间低矮的草房 住着120多个马赛人 张远祥同这里的马赛人有着不解的缘分 他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张远祥带领队员们训练了三个多小时 闲暇之余 马赛村民盛情邀请他们到寨子中做客户 马赛人是草原的守护者 他们不会伤害野生动物 更不会去吃 牛肉和牛血是他们日常的必备饮食 马赛人至今保留着喝生牛血的习俗 据说喝了生牛血的马赛人 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味道 可以吓走猛兽 请客人喝牛血是很高的礼仪 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生牛血 没有任何味道跟水一样 可能因为今天的气氛感染了我 给我了很大的勇气 马赛人都是勇士 所以说我今天也当了一帮马赛的勇士 张远祥为什么在寨子中 受到这样隆重热烈的欢迎呢 他和这里的马赛人 有着怎样的深情厚意呢 这位长者是这个马赛村落里的长老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 张远祥尊称他为妈妈 在族人的带领下 张远祥走进了老妈妈和家人 日常居住的土房子 晚上的时候有些小牛毒啊 或什么的时候 他可能放在这里面来 好窄啊 这像一个地道一样 妈妈 要煮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要睡觉的地方 孩子呢睡觉是在那边 如果有客人呢 再睡到戈壁去了 就只能睡 这个咱们看了个房间里头 这个窗户都非常小 他们家里有很多牛啊 有偷猎的来 这个小窗户 它是保护自己的 这是马赛人吃的中午饭 这中午饭呢 就是西粥 这种西粥呢 是有棒子糊糊 还有这个牛奶 然后再加热 然后再加上水 Yes It's good 哇 Very sweet Very sweet It's good 很好喝的 还是很好喝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怪味的 很好喝 再来一个 张远祥对这马赛餐并不陌生 甚至可以说很有感情 他清晰地记得 16年前 同样在这个地方 同样的餐食 却令他毕生难忘 2000年的时候 张远祥因为工作需要 被原单位派到了非洲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2002年的时候 他辞职了 想自己干点事 但是苦于没有方向 在人生茫然之际 他独自一人驾驶了一辆二手轿车 长途奔旗来到了马赛马拉 其实大部分都是越远车来 咱们自己不知道 有点迷路的感觉 越着急 开车越不稳 走着走着 哇 爆胎了 先后两个轮胎都爆胎了 四周也看不到 其他的车辆和人影 狮子 豹子等各种凶猛动物 有可能就在四周迷失 张远祥感到 莫名的恐惧 慢慢的天就黑下来了 周边 动物的像那个脚马 眼睛是绿的 像小灯笼一样 到处 自己吓得浑身都 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大地死一般沉寂 耳畔只能听到风声 和不远处动物的叫声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他感觉到越来越无助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 突然远处出现了马赛人的身影 因为他们的到来 自己看到一线希望 他们把轮胎 帮着我卸下来 以后他说我们的家就在附近 到我们家去 从我们家走 然后咱们带小镇 把胎 补一下 在马赛人的村寨里 老妈妈端上了热腾腾的稀饭 张远祥折腾了一整天 又渴又饿 这顿饭 他吃得很香 更令他终生铭记 这次惊险之旅后 张远祥找到了人生的创业方向 他全身心投入到旅游业 经过几年的打拼 事业已经小有规模 随着中飞越来越频繁的交往 张远祥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他始终没有忘记马赛人的恩情 马赛人才是这片热土的根 18年来 他带了很多中国人来这里旅游 马赛人靠旅游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他们非常欢迎中国游客 也很感激像张远祥这样 投身旅游业的中国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 离北京马拉松比赛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张远祥希望队员们保持状态 除了必要的训练以及休息外 隔天下午再增加一次适应性的训练 以提高成绩 可是队员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训练 其他时间休息或者自由活动 张远祥的这个想法 对员们不太理解 他们有一些抵触情绪 我认为你改变你的衣服 改变你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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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样 快点 非常生气 让他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对这个训练吧 现在他们我看着 有点不是非常紧张 如果没有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的话 出不了成绩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 队员们才换完衣服 拖拖拉拉来到了训练地 所以谁都必须保持你的时间 谁都必须保持你的时间 不要放松 明天我们去竞争 我们不能得到好纪录 在张远翔的耐心督导下 队员们也在一点点调整心理状态 我们必须努力 到北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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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经邀请张远祥来参加马赛族一个18岁青年的成年礼 马赛人称这些未满18岁的青年为勇士 按照马赛人的传统 18岁勇士成年礼需要寨子里全体成年族人参加 还要邀请最尊贵的客人 今天举行成人礼的这名勇士18岁了 张远祥到非洲也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肯尼亚政府禁止猎杀狮子 成年里也就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勇士仍然需要独自在草原上生活 不过主要是锻炼意志和生存的技能 象征性的意义更大一些 在举行完隆重的成年礼之后 马赛勇士就可以娶其生子组织家庭了 这时候的勇士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赛战士了 距离北京马拉松比赛还有一周时间 张远祥看队员们训练很辛苦 想让他们放松一下 他带着队员们一起做中国传统美食饺子 队员们第一次学做饺子 一时间手忙脚乱 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名字是中国的名字 叫子 叫子 是中国人吗 还是叫植物 叫植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年9月14日 张远翔和队员们启程飞往中国北京 参加即将于两天后举办的北京马拉松赛 一大早张远翔带领四名队员提前来到了比赛场地 队员们在比赛前一天领取号码布的时候 张远翔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按照北马族卫会的规定 起跑顺序是以国际马拉松赛事选手 个人成绩的高低分区站位的 张远翔从肯尼亚带来的这四名选手中 其中满扎曾经在2009年北京马拉松赛 跑出过两个小时08分的成绩 按照个人的成绩排名 他最少应该分配在最前排的A区棋跑 现在他和其他三名选手都被分在F区棋跑 F区几乎是在比赛队伍的尾部了 这样可能大大影响队员的比赛名次 张远翔通组委会工作人员交涉无果 曼扎自认为被分配在F区一定跑不出好名次 他决定自动放弃比赛 丹尼斯虽然没有之前赛事成绩 但他也坚持放弃比赛 对两名队员做出的决定 张远翔也很无奈 剩余两名队员 尼古拉斯和邓肯没有动摇 两人坚定地留下来了 对他们来讲 历尽万难 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这是难得的机会 也是实现他们梦想的重要时刻 北京马拉松赛全程42.195公里 本次中签参赛人数在3万人 对尼古拉斯和邓肯来说 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出国门 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赛事 他们将面临人生的艰难挑战 也是实现梦想的重要机遇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在比赛经典线 张远翔依旧没有等到尼古拉斯和邓肯 他们能顺利完成这次比赛吗 突然两名黑人兄弟的身影出现了 作中 尼古拉斯和邓肯 以竞技时成绩 两小时29分36秒 和两小时29分42秒 分裂北京马拉松男子组 第23 24名 虽然没能进入前10名 但是对于两位平民出身的选手来讲 这是他们人生的重要一步 他们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马拉松成绩 未来的梦想 也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继续奔跑吧 兄弟 越过天气走向远方遇见你 感受传说里面多彩的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